近日2016年恒电影视节在恒电举办 现场众多大开入围 颁奖嘉宾盛装出席 星光熠熠 赵丽颖凭借老九门中的初次表现 荣获最佳女主角 而黄薛则凭借女姻名飞涮 斩获最佳男主角 现场赵丽颖身着古装出席 显得十分娇俏可爱 她也惨言闹 今天对她来说是一个有着特别意义的日子 今天不知道是几几年在途面的戏 也不知道是几几年在途面的戏了 而过得最佳男主角的黄薛也受到了鼓励 看到角色带来的挑战时 她坦言道 肯定是有挑战的 因为表演是没有主进的 而且并不是分古装和现代 其实它主要是分你的故事 还有你的人物人设 那么永远是有挑战